原諒我要記仇恨 寿天恆空必須要消解 如我只是處處隱陽 結果別更快 原諒我要報仇恨 從前舊傷身添血債 在我身上痛到朕 原諒我要你親身的條件 人生雖有些爭絕 何必因此奮造良態 人群終把我打傷到地 回後原諒你小財 明白你也有放棄 我仍未輕率表態 但我一樣向你偷襲 我看這招事成如霸 希望大家能夠和俠相處 不要讓那些所謂武林世家 紅敗一方 各位 不知道你們心裏信服我 因為不屑和我交手 但在座各位之中 是以萬劍山莊的人的武功為最高 如果他也不出來跟我交手 那就是證明我勝之不武 是否真好 于大俠 你是獨孤求败的唯一的全弟子 而獨孤求败當年打遍天下無敵手 為何今天他的弟子竟然不敢出來 一獻他師父當日的神采 我易天蘭再向于大俠請教 易姑娘 今天是你們貴教成立之日 何必要兵庸相見 我現在不是跟你說 我向于大俠請教 萬劍山莊的好女婿 難道萬劍山莊真是虛有其名 不堪一擊 好呀,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欺人太甚, 好呀, 那你跟我交手 難道萬劍山莊真是一個人才都沒有 有 襄兒 我來試試 兩位武功奇虎相當 何必出尖這麼狠 各位, 既然大家沒有什麼反對意見 現在我正式宣佈天正教成立 本王已經準備博將, 封喊大家了 對不起, 我們有事, 要告辭 貧道也要回去虎鎮了 惡王爺的勝意, 貧道心靈了 既然你們有事, 請隨便 小丁, 送客 請 小丁, 不見你這麼久, 你怎麼會在這裡 請 莊主, 這些小事, 何必要發五大片 小事, 以天然指名向萬劍山莊挑戰 我們竟然沒有人應戰 萬劍山莊真是丟架, 太丟架了 現在襄兒, 已經代我們去打了 幸好我有這麼無理 要不然, 什麼威風都失敗了 哼, 逆天然算毒 他明知於風, 有愧於心 一定不敢去挑戰 所以, 他才會這麼囂張 我不理他, 因為什麼都好 他這樣做, 根本就想和我們作對 還有, 他, 楊精勇 受到他都意味 將來對付他, 更加困難 莊主, 你放心 雖然今天國派沒有出手 但我總覺得國派仍然伏逆天難 我們萬劍山莊, 無論是武林正宗 他沒那麼容易擊敗我們 我真奇怪 你怎麼會忽然趕到去 你怎麼會忽然 在收到請貼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天難, 他是另有目的 真的想不到, 他有心向你們面 如果他這樣做, 可以令他有心舒服一點 我不會怪他 你 他爹的死 他爹的死 可能對他的刺激真的很大 他急於表現自己 讓人知道有他的存在 不過可惜, 他用錯了方法 他現在還投靠了岳王爺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對他不住 所以令他變成這樣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如果一個人要變起來的話 你想阻止也阻止不了你 我以前和他都曾經共有患難 現在就反目成仇 你以為我有願意嗎 如果這次不是有無仇師太回到你們 那我們的恩怨就會越積越深 希望經過這次之後 他會明白我們就好 你還沒睡嗎? 我睡不著 你還想著今天的事? 今天的事我多數有些不對 我想去找天蘭跟她解釋 你想去找她? 你這樣做是很危險的 怕甚麼?我又不是去跟她打 而且她現在是一派之長 我相信她不會對我怎樣 那倒是 不過還是小心點好 我可以約她出來 大哥, 你陪我去吧 我想她會沒事的 好, 但為甚麼你不約於豐和你一起去呢? 如果我約於豐一起去, 反而令她不安 好, 但為甚麼呢? 你不約於豐和你一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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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準備用她來對付萬劍山莊 那就最好了 有我小丁一日, 我一定會幫你的 謝謝 賓國教主, 麥健山莊派人送給你 易姑娘 中碟說甚麼? 楚湘兒約我去望月樓向我道歉 那你去不去? 當然去吧 就算她不約我, 我也會找她 我認為你不應該去 為甚麼? 現在你這麼激動 如果你去, 跟湘兒一定有衝突 我們真正要對付的人, 是楚仲亭 但是, 楚湘兒也是萬劍山莊的人 就算你打贏了她又怎樣? 根本對萬劍山莊是毫無損失的 沒錯, 我對她對付的是萬劍山莊 你出去對送貼的人說 說我不要去望月台, 叫她回去回報 是 真是想不到天蘭對我成見那麼深 連我約她也不肯見我 湘兒, 你別這麼擔心 我想等這件事過一段時間 雕膽了, 應該會沒事的了 希望就這樣做好了 三郎兄 師太 師太說要走了 師太, 為甚麼不再多住幾天才走 我已經打擾了很久了 應該回去去府庵了 好 如果你真的有事, 我們也不留你了 師太, 你幫我問問榮雪 好 報告小姐 師太, 易天蘭門外求見 快請她進來 是 她為甚麼事要來 是啊, 她已經拒絕了你的約會 她還來做甚麼呢 希望她沒外意就好 易教主, 請 湘兒, 我這次來是專誠向你道歉的 那次在你婚姻上這樣搗亂 希望你不要怪我 天蘭, 你不要這樣說 我也有不對 在天蘇教成立那天 我是不應該出手的 對了, 師太 很感謝你那次這樣擋開我 否則, 真不知道怎麼辦 不要這麼說 難得你想得清楚 願意跟湘兒講和, 言歸於好 我也很安慰 湘兒,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那你先進我的房間 嗯 你有甚麼事跟我說 你應該知道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我來跟你算舊賬 你不是來跟我道歉嗎 那你仇得起嗎 原來你對我的仇恨, 還有這麼深 你們殺死了我爹, 還搶走了于風 如果你不死的話 我怎麼都不會安慰 那算我見錯了你 你馬上走, 別這麼用意 救命呀 天蘭, 救命呀 你幹甚麼 救命呀 天蘭, 救命呀 天蘭, 救命呀 天蘭, 救命呀 天蘭… 舅上心呀 天蘭, 家聲 甚麼事? 皮皮, 你的好妻子 我來跟她說, 她竟然暗示我 連你這樣的事都做得出 湘兒 我沒有, 是她自己, 她冤枉我 你們是一家人, 當然不相信我說 師太, 你給我評下你 師太, 我怎會這樣做? 根本從頭到尾, 她都是有預謀的 好啊, 當然是這樣的, 我將這件事公主武林 讓江湖的名字停下你 讓人知道蟹和萬劍山澤這麼卑鄙 這件事我一定要追究 她說謊, 是她刺傷自己來冤枉我的 湘兒 武仇師太, 當時你在場 你是不是見到天南向湘兒道歉? 沒錯, 我是見到天南拿著很多禮物來找湘兒 照你這樣說, 她真是有心向我道歉 那之後呢? 之後, 他們進了房裡 沒多久, 我們就聽見裡面有打鬧的聲音 然後你就跟三郎衣服一齊進去 見到天南被湘兒的刀上傷, 是不是? 是就是, 不過他們在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就麻煩你了 大家聽到了 好, 武仇師太太, 並不是萬劍山莊的人 也不是天正教的人 她絕對不會袒護任何一方 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湘兒的所謂 不是, 她進我房前, 根本就是預謀 你這樣說, 只是說我冤枉你的 那不是嗎? 湘兒 大哥 三郎, 湘兒是你妹妹 她也是萬劍山莊的人 為了避免別人說我們偏師 你說應該怎麼做 湘兒這次有錯 你們認為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大哥, 你… 別吵 好, 萬劍山莊恩怨分明 這次是你的錯, 你自己就要承擔 天南, 這件事我就交給你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傷害你 不過, 我會打醒你, 你敢? 湘兒 你… 你… 萬劍山莊, 真是太丟架了 爹, 我知道湘兒是冤枉的 但當時情緣, 我們的確是理虧, 所以… 你… 太丟架了, 這麼嚇嚇湘兒 她不止陷害湘兒 她根本就是針對我們萬劍山莊 湘兒只不過是這次的犧牲品 湘兒, 你不要哭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你哭也沒用 你太傷心了, 將來有機會 我一定替你衝你一口氣 湘兒, 聽爹說吧, 別那麼傷心 是嗎? 遇風 去了哪兒呢? 你抓我來這裡幹甚麼? 我問你, 為甚麼你要陷害湘兒? 你心痛了嗎? 早知道, 我多帶她兩巴 這樣做對你有甚麼好處? 當然有了, 萬劍山莊每一個都是我的敵人 我不單要丟她的臉, 落她的胃 而且還要她們死 你卑鄙 是啊, 我很卑鄙 但是那些人殺我爹, 搶我愛人 不是更卑鄙嗎? 所以你就要在大庭廣眾收獄相宜了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獨立 如果你是我, 你會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 總而言之, 我得不到的東西 我也不希望你得到 你還要報復到甚麼時候? 直到萬劍山莊人死了 楚湘兒離開你為止 你不用白費心機 有我在這裡一天, 沒有人可以傷害她 你看得她一事, 看不得她一世 我一定會殺了她 除非你現在殺了我 你不要以為我不敢 我知道你敢 你都可以離開我, 為甚麼又不敢殺我 你不要以為我 殺了我, 你不敢殺我嗎 動手吧 借在你手上, 我是不會反抗的 幹甚麼 你不敢愛我 難道連殺我都不敢 你動手吧 幹甚麼不動手 你想幹甚麼 易姑娘, 你沒事吧 魚豐 想不到你這個人這麼無情無義 你不認我做徒弟也算了 現在你還想殺易姑娘 小丁, 你聽我說 不用說了 你現在入罪了萬劍山莊就很厲害了 易姑娘有甚麼對不起你 為甚麼你要對她這樣 好老, 你說夠了沒有 就算你今天殺了我都要說的 自從你成了親之後 你整個人變了 我知道 你貪人家財而已, 是不是 你亂說 我沒有亂說 我的武功不及你 如果今天你殺了易姑娘 你除非殺了我 殺吧, 不敢 有本事殺了我 為甚麼你要救我 因為我不想你死 你怕我死了之後 沒有人幫你找楚仲廷報仇 不是 那究竟是甚麼 我覺得他們對你太不公平了 你以為他們會對我有公平嗎 那你也不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 但是, 人人都認為我是 自從我爹創立了天殺教之後 那些人根本就鄙視我們 看不起我們 我也不好得過你很多 我不是一樣被人看不起 打親都打輸給人 我打算跟著于鋒學武功之後 就會吐氣洋眉 誰知道他成了親之後 居然不認識人 至少你還有過婷婷 不要提他了 自從紅前輩死了之後 就把那本絕劍的劍譜 交給若仙前輩 若仙前輩就教授了給婷婷的絕劍 而不教給我 婷婷又不告訴我 你說他們是不是很偏心 對 絕劍劍譜 是呀 就是獨孤求拜以前所創的絕劍 那現在婷婷沒有功 不就比你高很多 當然啦 她學了絕劍 如果不是這樣 我也不會走出來 那你想想爭回這口氣嗎 當然想 不過 我一個人是不可以打擾了天正教 不如你做我們的副教主 當我不在動的時候 你把天正教所有大小事務一一搞清楚 你認為怎樣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來 小丁 你現在是我唯一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那好吧 我盡力去做 既然你現在是天正教的副教主 不如請婷婷和若仙前輩來住幾天 以前的事不必再計較了 如果你要我去接他們來 我寧願不做副教主 那好吧 以後再說 真是一此錯 當日如果我們斬草除根 現在就不會多一個天正教跟我們為敵 雙兒也不會多眾受辱 雙兒的事不太多人提 嗯 易天蘭今次這樣對付我們 我們一定要想找個方法打擊他 讓他不要那麼目中無人 這件事你拿主意了 莊主 為甚麼你這樣說 你好像很消極那樣 以前你做事很有決斷 拿得起放得低 為甚麼現在會變得意志那麼消沉 沒有 沒有 我沒有變得意志 我…我一切都會這樣 哼 你不要自己握自己 我看你一定有一件事想不通 就算你不說我也知道 肯定是因為若仙出現了之後 你就變成深神彷彿 莊主 你很掛念他 哼 如果你不殺他 這個女人 遲早會害死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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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為甚麼這麼沒心機去練功 小丁都不知道去了哪兒 所以她就沒心機練功 總之那天我去追她 我保證小丁不出三天就回來 那如果到時候她不回來,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這麼沒心機的人 不回來也不用了 哪兒是葉婷婷姑娘 我是呀, 甚麼事 我們是天政教, 教了一封信要給你 謝謝 婷婷婷, 封信說甚麼 封信是易姑娘給我的 她說小丁現在在她那兒 還做了副教主 她叫我和你一起搬去住 小丁無緣無故又做了副教主 葉仙姑, 我要甚麼時候起程 我還是不去了, 你自己去吧 為甚麼, 你還生他嗎 不是, 因為我還有一個地方要去 我不在, 你勸他豈不是更容易 巡年舊章, 真是煩死 不看了, 拿走 教主, 這是本教的帳目 你怎麼不看呢 那好吧, 放下它 是 原來做副教主這麼辛苦 早就不做了 副教主 有位葉姑娘求見 小丁 婷婷 那些帳目只有這麼多嗎 不是, 裡面還有 那為甚麼不拿出來給我看 是, 我現在去拿 不用了, 等一會兒 小丁 小丁, 小丁 小丁現在到你叫的嗎 你剛才聽不到他們怎麼叫我嗎 你們兩個叫一次給葉姑娘聽一下 是, 副教主 小丁 小丁, 你知道你走了之後 若仙前輩他很難過嗎 他叫我來和你一起回去的 我在這裡住得這麼好 有這麼多手話給我猜獻 我為什麼要跟你回去 你也知道那套劍你是不能學的 你不要這麼野蠻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我都不稀學學甚麼絕劍 你這麼喜歡學就學救他 不要妨礙我做正經事 你們兩個以後要把那些帳目做得清清楚楚 知道嗎 知道 快走 靖靖, 甚麼事 小丁欺負你了 不要這樣, 我稍後會說小丁 不如在這裡住幾天吧, 好不好 好 你們還不走? 我愛你了 你們倆在幹甚麼 狗狗 你們本來生日的出現 都是百壞好意的 平平 你沒事吧? 不用那麼好心 婷婷這麼好武功 不會有事 婷婷 對不起 今天我不應該對你這樣 婷婷 不要生氣 跟我出去 婷婷 你一向跟小丁都很好 為甚麼會叫氣交上來? 她自己小氣 也有個原因 是不是最近認識了另外一個人 所以笑得生氣? 哪有? 究竟為甚麼? 若先前輩給了一套劍給我 她不值得了 難怪小丁生氣了 我也幫不了你 她自己不學得 她自己也知道的 世上怎麼會有劍是不學得的? 婷婷 那些是甚麼劍法? 不說得讓我知道的 不是 套劍是獨孤求拜所創的絕劍 本應是全女不全男 所以紅娘就不讓小丁學 誰知道若先前輩教我一件事 讓她看到 那她就生氣了我 那她的劍法就很厲害了 是呀 本應我也不知道 誰知道剛才一試 才知道威力這麼大 原來之後你洗的招數 就是絕劍來的 你看到嗎? 看到一點點了 婷婷 那本劍是否向你那邊? 在錢缺乏女 responsabil人 很尊重, 開張獄 好呀... 新娘, 今次不打算 很尊重, 他們是獨立的 就是大攝影師 覺得太岩潑 是否則的 其失於是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先父独孤求拜创立了一套武功叫做绝剑 而这套武功经过我和洪梁子研究之后 绝剑是传女不传男的 所以我就传授了给婷婷 但是洪梁子已经死了 我发觉这本剑谱留在我身边 一定会惹出大祸 师太 所以我决定将这本剑谱 交给你代为保管 你已经收藏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你不继续收藏下去呢 师太 你有所不知 小丁现在投靠易天难 而天政教和万剑山庄成敌 也没有临佳支 我恐怕小丁被人利用 一旦将这本剑谱的事泄流出去 就会惹出大祸 所以请师大帮忙代为保管 独孤求拜威名远波 他虽然过了世 但是这本剑谱如果传了出去 的确会成为众人争夺的目标 好 我帮你收藏起他 多谢师太 若仙前辈 刚才我扫通传明 我只说你来了 我都不信 原来真是的 我来是想找小丁和婷婷 他们在这儿 他们在这儿 对了 上次我使人送一封信给婷婷 为什么你不和我一起来 我隐居了这么久 不想在江湖上活动 易姑娘的好意我心领 欲仙前辈太客气了 如果你不介意 在这儿住下去 让小丁和婷婷也有个盘 多谢,不必 我只是想见小丁先 好啊,我带你去 我从来 幼仙前辈 你说有事要办的 为什么会来的 是,我要办的事已经办妥了 不过刚才我去到你家 你爹就跟我说 说你家被人手掠过 那我挂着你们 就去看看你們 我們沒事, 爹怎麼樣? 你爹沒事, 你不用擔心 小丁, 你出來這麼久, 還沒回去 是不是還在生氣我? 沒甚麼說生氣不生氣 不喜歡就不回去 快去吧 婷婷, 你沒跟她說過嗎? 說過了, 戴眼鏡到死 她不肯回來我也沒辦法 小丁, 其實我們這樣做 都是為你好 乖乖地跟我們回去吧 你不用再說了 我在這裡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我是不會走的 不過我有件事提醒你 當我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天蘭的眼神很不穩定 我看你還是小心點 千萬不要被她利用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你就是說易姑娘會利用我? 我想易姑娘也不會害我們 但是你在這裡住了這麼久 而且當副教主也不太好 不如你跟我們一起走 你不用再說了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跟你回去 小丁, 為甚麼我說過你這麼野蠻 不用再說了, 我不會走的 小丁 小丁 婷婷, 還是我不好 我來到你要跟她吵架 我真的來錯了 你不要理她, 她經常都是這樣 她不跟你走, 我跟你一起走 不行, 紅娘死了之後 然後就交你們給我管教 我沒有好好的教你們 這點是我錯的 你還是留在這裡吧 如果你走了, 她還會做錯事 你好好的勸她 那你怎麼樣? 你留不留在這裡? 江湖上的生活, 我已經過驗了 我想回去過一些清淨的生活 婷婷, 以後小丁就交給你了 還有, 你那套鑄劍的功夫 你已經學了 那本劍譜, 我就交給了無仇師太太 假如你有甚麼不定的地方 你就去請教她吧 這ay, 你看得多安心 快鬆了, 快呀, 快呀 你跳不起來 不要吧 你不要跟著我, 行不行? 若先前輩走了, 你也不用這麼生氣 你不氣他, 他怎麼會走? 當然你安心吧 我都知道我不對, 但我沒辦法 自從紅前輩被楚重齡殺了之後 如果我不加日天政教 根本就沒機會跟他報仇 而且我都這麼大 還不可以像以前那樣 混混我過日子 除了天政教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使我陽明? 那你也不用這麼對他 有時候, 人在火 就會心不由你 當你坐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有很多事情不想做 但偏偏就迫著你去做 得罪人是在所難免的 那你不早點跟我說 現在我就跟他說 現在我就跟他說 總之以後我見到若先前輩 我一定會向他道歉 總之是真還是假 那你也不相信我 婷婷, 你要了這個公仔 我要來也沒用的 你以前很喜歡的 有送給你 婷婷,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學功夫嗎? 你以前被人欺負得多 現在想欺負人了 不是 那當然想威了 也不是 不要, 不猜了 其實我想早點成命 這樣就可以娶你了 老闆, 給我包起他 好 老闆 你們買衣服裝, 怎麼會這麼霸道? 這個地方不是在我們管的 你說要走就走的 不用說 你和我王爺已經被王術秀了拳 你也不會去這麼多地方 什麼事? 副教主 究竟發生什麼事? 分告副教主 這個地方不是在我們天正教館 他說學爺是術秀拳, 要搶過來管 喂, 你這樣做不好 什麼叫不好? 你們天正教館管到這麼多地方 應該分給我們萬劍山莊 你明明欺人太甚了 慢著 什麼事這麼醜? 雨塌, 我們來接收這裡 他們不給 小丁 這個地方由現在開始是屬於我們 我勸你還是不要管 我知道 你現在是萬劍山莊的人 不過 我也是天正教的副教主 這件事我不可以不理 你這樣說法我很難做 有什麼這麼難做? 以前我們是師徒 但現在我們各事一主 如果你不肯讓步 我們唯有在武功上見高客 你真的一點都不念師徒之情? 你又何嘗有念易姑娘對你的情義 我沒有你的這樣的師父 那我也沒有你這麼半夜的徒弟 你出招了 小丁 你們兩個不要這樣 你們兩個是兩師徒 何必趕打趕殺 你別管我 雨大哥, 你先走 你別這麼多事 雨大哥 我不替別人心患為天正教 雨大哥, 你先走 我走 雨豐, 你別走 我要跟你打 雨大哥 小丁, 人家已經走了 你還叫什麼 小丁, 雨大哥 畢竟是你師父 雖然現在他是萬劍山莊的人 但你這樣對他始終是不對的 那你是錯 我不知道說過多少次 他不是我師父 小丁, 你有沒有聽過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這句話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要說多少次才明白 現在我是天正教的人 是跟萬劍山莊不能妥協 不妥協不等於反目成仇 那我現在問你 難道我在這麼多兄弟面前 要認低威嗎 我沒有叫你認低威 那就是 如果我不為兄弟出面 還哪有威信和尊嚴 你經常說要尊嚴, 要威信 小丁, 你變了 我沒有變, 我只是身不由己 你身不由己 這些是你自己藉口 好嗎 好, 我不喜歡你經常在這裡教訓我 好, 那我以後就任由你了 尊嚴, 你剛才你不教廠正教那幫人 算了, 識事寧人 對, 郭芬圖的帳目收桌了 收桌了 吃完之後, 去山莊 朱大哥 蓉蓉, 小丁呢? 你們隨便坐下 坐下 坐下 吃東西 不用了, 我特意上來找你的 小丁這個人 算了, 他也是年紀輕 是衝動一點的, 我不會記在身上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湘兒姐和你都是我們的朋友 但是小丁又和你作對 我覺得很難做 天蘭和小丁對我的誤會 真的很深 你放心, 我不會傷害小丁 謝謝你, 于大哥 是啊,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 什麼事? 是關於絕劍的事 若先前輩告訴我 本劍舖已經交給無仇師太 交給無仇師太 我覺得本劍舖是貴派的東西 你應該知道 謝謝你 如果需要的, 我去找他 那我先走了 現在劍舖是師太在那裡 莊主, 取為己用 總比落在他人之手 不過師太和我一向都沒有什麼過節 劍舖在他那裡都沒有什麼所謂 是, 但是現在葉情廷都知道劍舖的下落 難保聖丁這個歲才會知道 莊主, 聖丁的知道, 易天蘭也會知道 嗯, 劍舖在無仇手上 當然是不足為奇 但是如果落在易天蘭或者其他人的手裡 對我們就大大不利 好東西不要嫌多 莊主, 如果你拿到劍舖 就等於多了一件兵器 是, 都是 但是, 我怎麼跟師太拿 莊主, 你開口名拿, 當然是不好 難道叫我 嗯, 做人無仇下山 哦, 演他下山 對了, 劍舖非等閒之物 如果無仇下山, 一定會帶在身邊 到時候我們下手, 豈不是更加方便 龍大 是, 這件事你給我辦妥 知道 原諒我要記仇恨 原諒我要記仇恨 仇田行空必須要消解 原諒我要記仇恨 原諒我要記仇恨 處處陰陽 結果別更煩 原諒我要報仇恨 原諒我要報仇恨